张无忌我不准你走 张无忌又有又坠牙了 这次他幸运无比 虽没了上次的数字 可这次却多了个肉垫子 不过他也付出了代价 右小腿骨折了 在蝴蝶骨穴的医术派上了用场 几根数字一根不跳就是他最后的绝匠 忍着剧痛他爬到了一个小屋 准备在此将上养好 可到了夜里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拿起棍子上前查看门一开 一张奇丑无比的脸出现 二人都被彼此吓得大喊大叫 女子看了周边 这才明白他口中的鬼竟是自己 分明是说自己丑 打着灯笼一招 这分明是五十步笑百步 给无忌一句让他明天走后 丑女就要离去 无忌匆忙将其拦下 向他讨要起了吃的 女子人丑心善 口中说着最狠的话 却做着最善良的事 鸡肠碌碌的张无忌一看到食物 便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 四天过后 丑女又来到破屋 竟发现她还在这里 棱中带来的吃事 表明她是一个口硬心软的人 一来二去 二人数落起来 无忌大大方方抱上了 曾阿牛的大名 可当问及她的名字时 抱上丑姑娘的大名后 却转身来到门口 背对着无忌坐下 将自己的悲惨绅士 说于她听 听了丑姑娘的一番话 竟发现这世上 竟还有人比自己更悲惨 她为了给母亲报仇 杀死了二娘 如今被父亲和哥哥疯狂追杀 同时她还在寻找一个喜欢的人 听说她曾出现在红梅山庄 但如今那里以化为灰烬 相比她也葬身火海 夜里她为探天欣赏人的下落 来到了与红梅山庄 交好的连环庄 不料在这里却背了一口大锅 一向在两个表妹之间徘徊的魏碧 被五亲英抓了个现行 魏碧炸男本性显露 朱九正如今孤身一人 自睡成了她口中的小三 三人纷争开来 朱九正却意外惨死 在五亲英见下 见证一千的丑姑娘被未必发现 自是成了送上门的北国侠 将她请下之后 便将她压到连环庄 装住五列面前 她自知无法逃脱 便提出了一个要求 在她临死之前再见一个人 听到这种要求 五列断然拒绝 丑姑娘心下一动 说她有张无忌的下落 一旁的何太冲 顿时来了兴趣 登记保她一命 来到破屋后 她问曾阿牛是否会娶妻为妻 正在她犹豫支持五列 等着直接冲了进来 对丑姑娘是冷嘲热讽 她也不关其人 再次询问她是否愿意娶自己 沉默良久后 无忌还是说出了那句我愿意 丑姑娘开心的靠在曾阿牛怀里 可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五列等人打断了两人 询问她张无忌的下落 朱儿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顾左右 而言她 问重人为何不好奇 她为何要去杀朱九正 听到这话的未必和五情音 表情极度不自然 朱儿轻蔑一笑 说一切都是何泰冲指使的 无恋和何泰冲 都是经历大风大浪之人 怎会轻易被离间 无恋暴怒不已 拿起刀哼笑而去 丑姑娘左闪右躲 在几人的合围之下 被无恋一脚踢飞落在远中 气血泛涌之下 一口鲜血涌了出来 未必担心她说出真相 常见一态 知此而去 危急时刻无忌 屈指一谈 击落未必常见 不幸些的无恋奋然举到 被扑面而来的 石子击落在地 兼由高手相诱 指得狼狈逃离此地